弟兄姐妹 主里平安 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这新的一天 让我们一早起来 就把这一天陷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 首先我们要围着教会来手腕的祷告 让我们围着教会的建造 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一身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一身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祢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祢的身体 教会是祢用祢的生命救赎回来的 主啊 谢谢祢 祢爱祢的教会 祢要来建造祢的教会 祢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依循的 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中心 一切都在于祢 亲爱的主 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事工 放在那外加的事物 但是主祢提醒我们 祢才是整个事工的焦点 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祢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不离开祢 让教会的眼目不离开祢 是的主啊 让教会时时刻刻 以耶稣基督为首位 是的主啊 教会的建造不是按照我们的节奏 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心思 我们乃是按照神的心思和意念 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主帮助我们 让教会的建造是按照圣经的真理 让教会的建造成为你所喜悦的 透过神的儿女 教会要彰显你自己的旨意在当中 哦神啊 用你的荣美 可以借助教会彰显出来 用我们的教会 能够倾听并且遵循 你的命令和教训 在这个世代中 成为你爱的管道 散播你爱的信息 吸引更多的人来归下你 成为你国度的子民 哦主啊 我们要围着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 来祷告 请你让每一个肢体 都能够找到自己在教会中的定位 让我们可以充分地发挥 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天赋 哦主啊 让我们凡事斩尽 连于永守基督 百戒各按各职 造就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并将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也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同心协力 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 哦神啊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动工 愿你的灵光充满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不断地经历成长和复兴 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孩子们同心合意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上的名求 Amen 这时候我们要为主今天的崇拜 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以圣洁的专事来敬拜 神 我们要带着可慕 带着敬畏 来到神的面前 来朝见神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都能够在敬拜中 遇见耶稣 生命能够再一次的得着更新 我们一起同生低头来祷告 谢谢 祝你这些人放手 放手能力的圣洁 祝你 祝你 祝你我们同在你的里 在我们当中 我们这样得着自然 祝你 谢谢 祝你 当中 是的 祝你 我们能够在这种目的主声 在一起 我们能够在这种目的主声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 真的坚守我们 谢谢你 万君子耶和华 大而可畏 独行其事的神 从根古道远远你是神 亲爱的天父上帝 今天早晨 我们单单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心 来遵从你 你是大有荣美 大有全能 最为奇妙的神 是的主啊 我们要到你的宝座前 来遵从你的名 你的名是超乎 万民之上的名 国度属于你 荣耀也属于你 主啊 当你的名在全地 被高举的时候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下你 主啊 用你的名得着那 最当得的荣耀 今天早晨 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的重担要脱落 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的软弱要成为干强 平权的要成为富足 受压制的 要得着自由 主啊 你要医治每一个受伤的心灵 你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为我们挪开 我们生命中的苦悲 主啊 你要用喜乐的膏油 来膏抹我们 哦主啊 今天早晨 你要降下 你荣耀的同在 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看见 耶稣的同在 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是的 神的同在 是最真实的记号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从心灵深处 经历你 是又真又活的神 偶生啊 我们要赞美颂养你的名 因为依靠你 我们就有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要朝朝暮暮 时时刻刻 依靠主耶稣 主啊 当风暴来临 使我们折腰 但是 却不止使我们溃败 因为你是 耶和华尼西的主 你是我们得生的旌旗 你是我们得生的元帅 你的慈神爱索 必牵引我们 让我们每一步 每一个脚印 都是如此的踏实 因为有你 与我们同行 感谢神 你是从来不失败的神 你的带领 从来不会错误 你是从死里复活 永远得胜的大军王 哦主啊 我们的信心 就在这件的世上 继续的得胜 而且还要得胜有余 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一生 是蒙福的一生 因为你的恩典 要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哦主啊 在此时时刻 求你的灵 对我们说话 哦主啊 用你这里甜蜜的灵 充满在我们当中 是的 更多更多的 充满我们当中 你要更多的 得着我们 让每一位对生姐妹 今天早晨 都能够在敬拜中 遇见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再次得着更新 是的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脱胎换骨 换蓝一新 那么每一天的生命 都是新造的生命 因为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谢谢天父 聆听我们的敬拜 喜悦我们的祷告 用将一切的荣耀 送赞 尊荣 全秉 都归给宝座上的 万丸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将同心合一祷告 每次奉靠我主 耶稣基督得上的名求 阿们 感谢神 每一次的祷告 让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都不断地被点燃 弟兄姐妹们 祝你平安 感谢神带领我们 来到这个美丽的早晨 请听我读 诗篇九十五篇 一字五节这么说 来呀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愿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牲畜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弟兄姐妹 在这美丽的早晨 让我们用诗歌 来敬拜赞美 这位独一的真神 让我们能够重新发出 对神的敬拜和赞美 超过世间一切的智慧 也超过人世间一切的言语 愿主愿纳 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我们就将以下的十关 交给我们的敬拜 团来我们带领敬拜 OK 好的 我们来在一起站起来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在一起 我们拍我们的手 我们把这首歌 我们献上给他 Everybody 我的旁边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勇者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 你 对身上一切的有能力 我不输着 时间我高去耶稣基督里 我宣告在我里面 有 或许拥有 万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用的家里 我的旁边 我的旁边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嘿嘿嘿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又住在我里面 活着 说什么 我宣告在我里面 你 必须上一切 更有能力 我不输着 世界 我高去耶稣基督里 我宣告在我里面 有 风水 我游泳 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用的家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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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里面 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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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里面 没有 都有 有 聚会的 有 有 有 人 在我裡面的 大家來拍我們的手 我不熟悉指尖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選高在我裡面有 或許有人犯有哪裡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或許我勇敢這裡 我選高在我裡面 我選高在我裡面有 或許有人犯有哪裡 我付出這時間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選高在我裡面有 或許有人犯有哪裡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或許我勇敢這裡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或許我勇敢這裡 再一次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或許我勇敢這裡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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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我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ish about your love is mighty The earth will shade your grace above us in u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Jesus, you're ever to break every chain in my life In your hands, you're in control We're so blessed in u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When the mountains fall and the sea comes right But my world is strong, says the Lord When the world gets tough Filled with broken hearts But my love fulfills, says the Lord Say, your love Your love is powerful You shall fall, your love is mighty The earth will shade your grace above us in u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Ah, yeah Jesus, you're ever to break every chain in my life In your hands, you're in control Sing power Sing power Yes, You are, Lord Power, mercy, never failing Stronger, deeper, never changing Glorious faithful, never ending Great is our God Sing power Power, mercy, never failing Stronger, deeper, never changing Glorious faithful, never ending Great is our God Your love is powerful Me shall bow Your love is mighty The earth will change Your grace above u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Oh, Jesus Jesus, You're able Jesus, You're able You're able to break every chain I see your heart You're in control Race overflows tonight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Race overflows tonight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Ye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Yes,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Race overflows tonight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Yes, thank you, Lord For you have designed the most beautiful blueprints for all lives We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what you've done to our lives You give us all your love and all your blessings We're on an altar of broken souls But you delight in the offering You have the heavens to call you home But you delight in the song we sing The thousand angels around your throne To bring you praise that we'll never cease But hallelujah from here below It's till your favor get mad We sing We sing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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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sing this song to your Lord 与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力量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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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Alleluia we sing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Jesus Christ our King and throne All the place is yours forever Alleluia here below All the place is yours forever Jesus Christ our King and throne All the place is yours forever Alleluia here below All the place is yours forever What a wonderful day to come When every knee bows before your name But we will not wait until it does For here and now shall your kingdom reign We sing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We sing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每次唱這首歌時就一直被提醒 祷告是那麼的美好 那麼的重要 也那麼的有力量 來我們一起唱這首歌 來我們一起唱這首歌 很多歌歌 一些唱這首歌的歌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祝我重要 祷告 已假裝不了 祷告 因為你的愛我需要 你關懷 我走過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 我只想要對你說 以你的人 他人都愛我 好苦從眼中留下 我知道你為我他 在早前我也要來對你說 祝耶穌今天我們以後 所需要的力量 你貼天賜給我 你而言過我 為我們這個寶貴的時刻 我們向上去禱告 提宴的神話 我幫我們通過 給他 祝祝祝 給他 神話 我 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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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真的想要 我真的想要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你說 因你的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從夜中留下 我知道你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你說 主耶穌今天我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 你天天賜給我 你安天夠我用 讓我們仍然的站立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 正如這首歌我們所向你唱的 直到我們承認我們是如此的渺小 主我在這個世界有許多 甚至是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無法預測未來 我們不曉得我們接下來 面對怎麼樣的狀況 你只幫助我們 在看到這世界的疫情 看到經濟的狀況 看到甚至我們自己身體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謙卑尋求你 我們要回轉來到你面前 這是你在歷代以來 一直的不斷呼喚你的子民要回轉 謙卑歸向你 要知道你是主 你是神 你是慈愛拯救我們的上帝 天父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今天有這寶貴的機會 可以聚集一起的來敬拜 經過了這段的時間 我們知道這是何等的不容易 但主我們是連同所有教會的弟兄姐妹 你的兒女們聚集一起的來敬拜 包括在這裡教會的 教堂的 包括在家裡面 跟著孩子們 跟著年長的長輩們 一起在透過網路一起敬拜的 主啊沒有一個是你所親看的 每一個人的禱告都可以被你垂聽 每一個人的讚美 從心裡面發出的你都怨啊 因此我們謝謝你 教會在你面前是一體的 我們要向你祈求祷告 的是引導教會往前行 不被任何的障礙限制所困住 那是繼續的將你的福音傳扬 那是將你的大愛表明出來 主啊這條路我們沒有走過 我們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是一步一步的往前 求你帶領弟兄姐妹們 有合一的心智 有彼此接納的態度 有一起學習 適應跟習慣的這樣子的精神 我們來走這個新的常態的一條路 求你帶領我們 我們謝謝你 我們知道你一定會引導的 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祷告的 Amen Amen 讓我們人人的站立 我們一起來來誦讀 這個最大的誡命跟大使命 預備來 耶穌說 你要盡心盡信盡益 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最大的 是第一條誡命 第二條也如此 就是要愛玲如己 這兩條誡命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的總綱 大使命 耶穌說 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明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看啊 我天天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代的終結 弟兄姐妹們請坐 我們把時間交給今天的主席 Ester姐妹 這時候是舉行奉獻 奉獻是敬拜很重要的部分 也是神的兒女 回應神犧牲的愛 以及表達對神的感恩 我們不但要將金錢獻上 也要獻上我們自己 將我們的全人 我們的全心 都陷在祭壇上 讓我們先花一小段的時間 在神面前 上場祷告 數算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 預備心來奉獻 祭壇 待會兒在離開教會之前 大家可以把奉獻 投進旁邊的奉獻箱裡面 我們邀請網絡前的弟兄姐妹 你們可以透過螢幕上 所顯示的銀行帳號 將你們的奉獻 轉账到我們的戶口 神必願望我們的奉獻 祂也將一些的豐盛 一些的供應 都充充足足地加給我們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好 就讓我們一起為奉獻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孩子們來到你面前 向你獻上我們無盡的稱謝和讚美 謝謝你曾在基督耶穌里 赐給我們天上各樣属灵的福氣 阿爸父啊 每當我們看到 你所創造的美麗的大自然 何等的偉大 何等的美好 令人讚嘆 歐神啊 讓我們能夠用心去體會你的愛 這一切都是出於你的無私 和遠遠的祝福 謝謝天父 你從雲泥中將我們救拔 把我們捧在你的手心中 歐神啊 謝謝你這麼的愛我們 我們何等有福分成為你的兒女 一想到有一位天父 這麼的愛我們 我們心中就何等喜樂 何等的感恩 阿爸父啊 這時候 我們要回應你的愛 我們要將你在我們身上 所祝福的金錢 獻上給你 主啊 每一個銅鏡奉獻帶你的 都是一顆顆愛你的心 求主願啊 也求主親自的 此願這些金錢 來成就你美善的聖功 讓我們教會 能夠在這個世代 為你發出榮耀的觀 我們要宣告 透過教會 歐神啊你的國度要被擴張 沒有極限 感謝張美主 也求主親自的施恩赐福 每一位甘心樂意奉獻的弟兄姐妹 因為均得樂意的人 是神你所喜悦的 歐神啊 你不要敞開天上的窗戶 將你属灵的福氣和恩惠 倾倒在我們身上 你為愛你的人所預備的 是我們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孩子們大家感恩的心 在你獻上我們的禱告 來受奉我主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求 Amen 歡迎回家 歡迎大家 今天早晨 能夠再一次地回到神的家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神 我也歡迎網絡前的弟兄姐妹 參加我們每家書班壇 獻上主日崇拜 今天早晨 我要用天父的愛 來歡迎每一位弟兄姐妹 因為我們都能夠領受 從天父而來 滿足的喜樂 以及她那 比蜜一般甘甜美善的恩典 今天早晨 神的愛神的靈 要親自來觸摸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錢 好不好 這時候讓我們跟旁邊的弟兄姐妹 揮揮手 跟她說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敬拜神 好不好 這時候 讓我們也跟網絡前的弟兄姐妹 來一個隔空的Hi-Fi 請大家轉向鏡頭 讓我們轉向鏡頭 好 準備跟網絡前的弟兄姐妹 來一個隔空的Hi-Fi 準備好了嗎 好 我們請走那凳 好了好 讓我們 一起來 一二三 耶 好 真的很感謝神的恩典 經過這麼漫長時間的 等待期盼 今天我們終於又回到神的殿 一起來敬拜神 讓我們透過詩歌 祷告 聆聽神的話 一起來敬拜主 這是上帝非常大的恩典 我們要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好不好 我們一起拍手 祿得神 祿得我們 一切的稱頌和讚美 這時候是讀經 請聽我讀 一絲帖 四章十五至十六節 請聽我讀 第十五節 以斯帖吩咐人 回覆莫迪改說 你當去召集 書山所有的猶太人 為我禁食 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公女 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為力 去禁見完 我若死 就死吧 這是神的話 凡有而可聽的都應當聽 弟兄姐妹們 讓我們向神敞開我們的心 好讓神的話語 能夠進到我們的心中 對我們說話 我們就把一下的時間 交給我們今天的講員 喜宴姐妹 她所要分享的信息題目是 等待中的預備 今天滿座很難得 感謝主 今天是全家 好我們今天要用 以斯帖 來 我這邊 有些技術 我們用以斯帖 來 學習等待中的預備 所以今天我們會用 以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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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十章 如果我們讀 以斯帖 以斯帖 只有十章 如果我們讀 以斯帖 以斯帖 只有十章 整本書沒有一個字講到神的 很特別喔 聖經沒有講神那裡可以喔 聖經沒有講神那裡可以喔 聖經只有兩本書沒有講到神喔 以斯帖 是其中一本 那你讀以斯帖 就真的好像讀童話故事 我講一點這個以斯帖的背景喔 它是發生在主前486到465年的那段時間 OK, the book of Esther is actually a background of before Christ 430-480 years ago before Christ 然後呢 那時候是 以斯帖人他們被授 然後第一次要回歸的時候 那段時間 It was the Israelites return homeland after captivity 然後 這幫人呢 以斯帖跟穆迪改這幫人是還沒有回去的 他們是留在那個蘇山城那邊 And Esther and Mordecai is actually not returning home yet They are still remain at the city of Susa 然後那時候是這個王 亞哈水魯王 他統治整個波斯帝國 At that time the kingdom of Persians is actually ruled by the king of Ahasuerus 然後呢 就有這個故事就是 瓦斯帖皇后啊 她被廢 OK, the story goes in this manner Queen瓦斯帖 was abolished 然後就要招新的皇后啊 莫迪改呢 就把以斯帖送進宮 So they are looking to crown the new queen And Mordecai is sending Esther to the palace 其實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堂妹 她從小把她扶養長大 So Esther is the cousin of Mordecai And is being brought up by Mordecai from young 然後又長得很漂亮 And she's very pretty 然後就把她送進宮就嘱咐她 不要告訴人你是由大人 So sending her to the palace And also informing her not to reveal her homeland And also her clan 然後故事就發展到 童話故事了 就真的是被立為皇后 以她的美貌和她的善良 就被立為皇后了 So that's where the fairy tale story began So because of her beauty She's being crowned as queen So in a lot of the Bible's verses It actually mentions that pretty is something very flimsy It's flamboyant 但是在這裡她就用美貌來服侍她的本族 也服侍上帝 But in the book of Esther You can see that Esther is actually using the gift of the beauty to actually serve her nations or serve her people 其實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就二十年前我們很喜歡辯論 So during the varsity times I mean that was like twenty years ago We like to debate 然後其中一道題就是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化妝 So one of the topic for debate will be Is a Christian suitable for make-up? 那個是二十年前 如果你現在問這個問題 人家講你錯的 That was twenty years ago Now if you're asking this question People will be thinking that you're crazy 如果你化妝就代表你沒有自信 So you make-up represent or reflect that you are not confident 如果你化妝就代表你對上帝的作品沒有信心 So you make-up because you are not confident On God's products which is you 如果你化妝就代表你世俗 你屈服 So when you make-up you are very flimsy And then you're very whirly 但是呢 我們看到啊 原來上帝也可以用美貌啊 來服侍人群 So basically you can see that Actually God is able to use the beauty to serve the people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美貌來服侍人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can use the same talent 那當我們跟上帝說 主啊請用我 我想侍奉 我想服侍 So when you're telling God that God here are men Can you use me 你有什麼可以讓上帝用的呢 What is your talent that you can be used by God 我們來看一下大衛的例子 Let us look at King David 他在少年的時候啊 他沒有強調幾歲 他在少年的時候啊 他被高立為王 So David actually being crowded as a king when he was young 但是他從來啊 就在他高立為王 然後整整兩年喔 過後的兩年其實都沒有什麼大變動 After he's been crowded for the two years There's a status quo 然後他就被召進皇宮 為少羅王彈琴驅魔 So he was called to play the harp to chase away the evil spirit in King Saul 然後過後他就為王 也是少羅王 拿兵器去打戰 He also carried the weapons and fight for King Saul 所以你想這兩年呢 他什麼都沒有做嗎 So do you think that he's actually not doing anything in these two years 他知道上帝要讓他當王的時候啊 So even though he knows that God is preparing him to be a king 他其實有做一些操練喔 Actually he also prepared himself 他繼續放他爸爸的羊群 He continued to take care of the sheep for the father 然後在放羊的時候 When taking care of the sheep 他就彈琴 He played hard 所以要有多純熟的那個情意喔 才能夠趕鬼的 So imagine you need to have I mean how good is the skill so that you can chase away the evil spirits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鍛鍊 超鍊喔 This is all the exercise the practice the equip that you need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前能源科技工藝 及環境部長 Let us see our ex-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er 他也是有預備的人喔 楊美銀部長 He's also always prepared herself 他在大學的時候就拿獎學金出國讀書了 He was having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university 然後他就修的是化學工程 So major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然後就讀到碩士 with master's degree 然後就在國外有一個很高職高薪的職位 So he was offered a very high pay overseas 但是當他看到國家需要人才的時候 他就毅然放下他的這份工作就回來 But when he came to know that the country actually needs the talents He actually let go the high pay with the high post and come back to serve the people in Malaysia 然後他就當上了科技能源及環境部部長 就跟他讀的那個專業很相似 So he became a minister that actually relevant to what her profession 所以他也是有準備的人 So she is also a person that always prepares herself 然後鍛鍊了他的才幹 and always equip and practice her talent 然後有一顆愛國的心 and also a love for the country 其實很難得 我們的部長很少跟自己專業有關係的 It's very rare that we can have our minister who is actually good in what the profession to actually manage a ministry 對 尤其是教育部長 Especially education ministers OK 然後呢 很可惜的他只當了一年 But it's very sad that she's only become minister for one year 對 然後我們也要問一下自己 你在這段時間 尤其是在疫情的這段時間 我們有怎樣的預備和鍛鍊 當你要 今天我們可以服侍神的時候 當你要服侍神的時候 你有什麼預備 So we need to ask ourselves during this pandemic period during the MCO's time What is your preparations or what is your exercise your training that actually ready you to serve the Lord 所以讓我們一直在鍛鍊 一直有恩賜 有才幹 但是我們也要把它變成多一點 五千 三千變五千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ctually exercise our talents to become from 3,000 to become 5,000 to become 10,000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這個是剛才我們讀的經文 OK 第二點呢 我要你們看就是 我們要等待神的智慧和時機 OK Second point We need to wait for God's wisdom and the timing 回到剛才那個故事的發展 Back to the story in Esther's 就 他 以斯鐵做了王 然後就 有這個哈曼的出現 這個第二男主角的出現 哈曼 So after Queen Esther become a queen so there's a senior officer which is the character number 2 in the book of Esther called哈曼 他是一個很傲慢的人 he's a very arrogant person 他很喜歡人家跟他跪安 he needs people to kneel down and pay honor to him 但是莫迪改就是不要跪 but Mordecai refused to do so 然後莫迪改又每天站在皇宮門前 and Mordecai always stand in front of the palace 看到他不跪 and when he sees that he's not refused to kneel down 所以哈曼就一肚子氣 哈曼 is very angry 他就想要殺他 he wants to kill Mordecai 不只殺他 也要殺他的本族 not only kill him but kill his whole tribe so Mordecai pleaded to Queen Esther 然後呢 Mordecai就要求見王 Mordecai request to meet with the king 然後王呢 又剛好是讀到史記 就是他的歷史書 然後就講到 Mordecai有救過他 有救過王 so at the same time Kings also read about the history how he actually build out the empire and that is records that Mordecai saved the king 所以故事講到最後呢 其實Mordecai是沒有被殺 反而被高升了 at the end the story developed into Mordecai is not being killed but then it actually is being promoted or being crowd 所以整個故事發展 其實看到神的作為在當中 so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you actually can see that God is in charge 其實那時以時天去見王的時候 王已經有30天沒有召見他 但是皇后其實是不可以隨便去見王的 so when Queen Esther request to meet up with king for the past 30 days the king never asked never call her to the palace and in those days if the king is not calling you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go and meet up with the king 但是當王允許以斯鐵去見她的時候呢 以斯鐵就跟王講什麼呢 so when the king agreed for Queen Esther to come and meet up with him what did Queen Esther say? 如果你看我們的公鬥劇 so if you look at our drama series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emperor's series 他一定是說皇上 Haman要殺我 so if you look at that is the drama he will say King,Haman want to kill my tribes 你30天沒有見王 你講真的話王一定很煩 so if last 7 minutes for the 30 days I got not meet up I mean king never I mean not meet up with you and you are saying this is very troublesome for the king 無憑無懼 你怎麼說他要殺你呢 because you are actually baseless of accusations 所以他就講了很有智慧的話 他說皇上請你帶著Haman來付我的宴 so Queen Esther is actually very wise so what she said she actually asking the king to bring togetherHaman to attempt her banquet 所以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這個雅各書3章17-18 它說 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 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 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異果 這裡我要強調的是他講 上頭來的智慧 so here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e wisdom come from the above 你要跟神有多親密的關係 才能傳承這上頭來的智慧 so imagine you need to have how intim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n only you are able to have such wisdom from the heaven so you can see that Queen Esther is very wise from the word that she used 然後呢 就在 就像我們 其實我們的很多的政治家啦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政治家 都是拿那個麥克風來擋住氣筒的 if you look at the world a lot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politicians is actually using the microphones to release their anger 所以反差很大 you can see what a vast difference 我們也要為他們來禱告 讓他們雖然是坐在高位 但是那個其實更加要有智慧來 安撫人民 來帶來和平 so we need to pray for them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wisdom at such a high position they are able to comfort the people 所以讓我們一起學習 有這樣的智慧 我們雖然是平民百姓 但是你們在Facebook講的話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let us also learn this wisdom of words so that we are also able to comfort people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writing on the Facebook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國家呢 也學像也是鐵這樣子 有智慧的講話 然後也愛我們的民族 so let us be like Queen Esther in this country to be a person that is wise in our words 第三個我們要學習的呢就是 等待中不變的決心 the third we would like to learn it will be unchanging determination while waiting okay 這個是以斯帖呢 這個等一下 okay 以斯帖他說 你當去遭局疏傷所有的 有大人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為力進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吧 這個是多麼偉大的愛 所以我若死就死 這個是多麼偉大的愛 你看以斯帖 他在宮中 他享受那個榮華 You can see Queen Esther is actually enjoy all the luxury in the palace 但是他沒有忘記 他在門外 就是宮外受苦的那些自身的民族 but he also never forget about her people that is out of the palace that is still suffering 所以為了救他們 她死也不後悔 so you can see in order to save these people she actually let go of her life 所以再一次讓我們看到 她對她百姓的愛 you can see the love of Queen Esther to the people 那我們對上帝的愛呢 會不會這樣子呢 so do we have such a love to our God 這是一本 看不到那個書 那個書本人在旁邊了 不見了 被人買去了 這個是一本書 Crazy Love okay there's a book called Crazy Love 成恩翻牧師寫的 it's written by Pastor Francis Chan 然後它翻譯成狂熱的愛 so he actually interpreted it as a crazy love 我很喜歡這個翻譯 它不是翻譯成瘋狂 但是有些中國出版社 它翻譯瘋狂的愛神 so I like the way he's actually interpreted it as a crazy love it's not a mad love 它裡面有一個清單 它要你檢討 到底你對上帝的愛 只是一點點呢 還是中等呢 還是狂熱的 so there's a list that you actually can check what is the level of love that you have for the God is it low, medium or high 這個是我選出來的一小部分 其實我自己很難做到 你們一起看 按時去教會 但不冷不熱 okay this is some I actually selected from the book so let us look at the first one go to church on time but neither hot or cold 然後安全的奉獻 safe dedication 就奉獻你不會心痛的那種 the dedication that you won't feel heartache 然後在意人如何看不是神 and cares about how people look at you but not God 然後在意從罪中免除懲罰不是拯救 so you're caring for punishment of saints but not salvation 很少分享福音 selden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neighbors 哪世俗的道德做比較 compare worldly standards the moral standards as benchmark 愛上帝但沒盡心盡力 love God but not giving the best 愛別人但是沒有像愛自己這樣 love others not as good as yourself 這個我們真的是可以檢討的 但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的這樣crazy 就這樣狂熱的持續的 this is where we actually can chat on ourself whether we really love God crazily and actually with passions 然後還有一本書呢 是John Piper寫的 God is Gospel 就是上帝就是福音 so there's another book written by John Piper called God is Gospel 他裡面一些話呢 真的也是讓我自己去檢討的 so there's some words in the book actually also always remind me to look at myself 他說如果耶穌不在天堂 你還會想要去嗎 so he said if God is not in heaven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there 對其實這個從來沒有想過的 我上天堂是因為我不用下地獄 我就很開心 this never comes into my mind is that basically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no need to go to the fires of the hell 但是如果上天堂呢 不是去敬拜耶穌 只是去看美麗的風景啊 享受美好的食物啊 還是跟你認識的朋友聚在一起啊 你還會想要去嗎 so if heaven is a place that you can go for good scenery, beautiful scenery, good food good friends that you can have fellowship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there 在MCO的特備節目啊 我們的少年人喔 so during the special events that we have during the MCO 他說如果開放了 你們想要做什麼 so our youth is being aske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ce the lockdown been lifted 那少年人很多就說 我們要吃大餐 so a lot of them say that they want to go for a feast 那如果吃大餐喔 你一個人吃你會開心嗎 so if you are having feast but alone will you be happy 你一定是跟某些人吃你就很開心了 so you'll be happy if you can have it with someone 所以如果天堂沒有耶穌的話 我們還會想去嗎 so if heaven without God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讓我們檢討一下 如果我們對耶穌的愛 我們是很可慕要跟祂在一起的話 我們一定會 耶穌不在天堂 這樣我們去有什麼意思呢 let us ponder about it if let's say we are having a very clos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magine if the heavens without God is there any meaning that we go there 對 讓我們繼續檢討 我們除了在等待中 要斷裂我們的才幹 隨時可以服侍神 we always need to ponder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the midst of preparations on our south through training practice 我們也要從神那裡知取智慧和等待時機 we also need to draw the wisdom from God and waiting for God's timing 然後讓我們也保有對神那個狂熱的愛 so we also need to always maintain the crazy love for God 讓我們一起努力哦 let us work hard together 尤其在MCO這段時間哦 especially during this MCO period 我們真的深深感受到 你不是要服侍就可以服侍的那種 so we deeply felt that it is not that you want to serve you can serve anytime 如果沒有好好的準備哦 if you are not prepare yourself 我們真的不配 we are not fit to serve Him 我們不能一直說 我很想服侍但是你都不要我參與 we cannot always mention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rve the Lord but we are not participate 讓我們好好的裝備 let us equip ourselves 随時可以服侍神 always ready to serve the Lord 然後狂熱的愛呢 是讓我們持續 and the crazy love will actually press us on 當我們有一天見祂面的時候 until the day when we met Him 我們才會想要跟祂抱在一起 是那種很親密的關係 then we would like to hug the Lord and hav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對 讓我們一起來祷告 let us pray 主啊 我們整月我們保有一顆狂熱的心 讓我們和祢親密 叫我們從祢那裡支取上頭來的智慧 讓我們祢給我們的才幹 我們也願意來裝備 也願意來鍛鍊 讓我們隨時可以來服侍祢 天父啊 我們珍惜這段 可以來聚會的時間 讓我們團聚 讓我們彼此扶持 也讓我們知道彼此的需要 把他們 把我們的需要都帶到祢的面前 天父 讓我們繼續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要不可停止聚會 叫我們在祢裡面有美好的敬拜 天父 與我們同在 也讓我們謹記 叫我們每天都清敬祢 讓我們知道如何來支取力量和智慧 願祢與我們同在 祷告奉耶穌基督聖明求 Amen 讓我們來唱回應詩 來 我們再一起站起來 我們唱我們的回應詩歌 滿有能力 聖書 里面活着 我宣告 我宣告在我里面 你是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熟的时间 我告知耶稣的你 我宣告在我里面 有 不是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用他 在家里有主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将生出离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将生出离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将生出离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对身上一切该有能力 我不熟这世界 我告据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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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的名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用他这里 有耶稣在我里面 再一次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用他这里 谢谢喜宴姐妹的分享 也谢谢香辣姐妹为我们翻译 求神为我们预备好土 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砸根 让我们像一棵栽在吸水盘的树 按时候结果之 叶子也不枯干 接着来一次报告的时间 让我们来听一些的报告 欢迎新朋友 浏览我们的面子书专页 请记得留言 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 在这里我要欢迎大家 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让你第一时间 可以收到有关我们教会的讲台信息 我们教会将在7月18日 举行遵学运动 地点是在Star Avenue的二楼 时间是从早上10点 到下午5点钟 在这里 我要赋予弟兄姐妹 拥有地来参加这个尊学运动 这是一项多么有意义 多么有影响力的事工 让我们借助这个活动 为这个社区来服务 也能够借助这个机会 接触这个社区的人民 也让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我们的教会 请大家积极地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带领更多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来年的星期五晚上 我们有右手祷告会 时间是晚上9点到10点钟 我们会同步进行 造教会的现场祷告会 以及Zoom祷告会 请大家拥有地来参与 下主日的崇拜 讲原是祝恩年传道 讲提示神圣的修习 请大家预备心参与这个圣传崇拜 我们请传道为我们补充报告 谢谢Aster 今天的崇拜 大家感觉如何 那我想重点不在于 你想不享受 你感觉如何 老实说 来到教会崇拜呢 可能有一点麻烦 对吗 比较起在家里面 我就是 8点55分起床也可以 你现在不可能 8点55分你是来不了 对不对 而且来到这边 没有点心 没有点心吗 没有 然后来到这边 可以握手拥抱吗 打不勒 然后连这个口要遮住 你有没有发现 我很突然发现了 我举巴是蛮臭的 因为你的口罩照着 那样子 那为什么要来敬拜呢 我觉得这是代表着 教会的一个声音了 就是政府既然开放了 我们就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表达说 我们要来敬拜神 所以在场的人 其实你是付出代价来的 你需要一定的委身度 说我愿意在这样子 被限制的情况下 我还是来敬拜神 代表教会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在这里 We are still here We are still ready 我们预备好 要来敬拜神跟服侍神 所以因此来到这边 需要大家一些的配合 一些的配合状况 那比如说 戴起这个口罩 是全时的 除非你是讲员 如果你是讲员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在这边讲的时候 所以我们戴起口罩 戴起口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是吗 其实保护自己的成分 是很小很小的 戴起口罩最大的作用 是保护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毒很多 在马来西亚好像是80% 80%是没有症状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得这个病毒 可是你可以开始传染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戴起口罩表示 我爱你们 我不懂我永远有病 可是我要把我的口水 留在我的口罩里面 让我自己闻就好了 我不要让这个飞沫传出去 所以真的不是说 你怕不怕死的问题 不是破你 我不管 我要大声地敬拜 你这样子遮住我的嘴巴 我怎么敬拜 是有一点困难 也是刚才唱歌唱得没有气 对不对 唱得没有气 但是我们就是为了爱 我们戴起口罩 然后我们保护彼此这个社区 这个是很难得 得来的一个 一起敬拜的机会 对吗 很多人很期待来敬拜 比较爽 在教会 今天聚会好像不是很爽的样子 但是我们是来敬拜神的 不是来让自己爽的 Amen Amen 所以在第四季前面 弟兄姐妹们 你也不要流口水 你们可以去 我在这边不能 其实我们是伯伯的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是代表教会的一个声音 我们要敬拜它 我们珍惜有聚集的机会 并且我们预备好 要这个社区里面 继续做光作员 OK 所以让我们彼此提醒一下 就是说继续地保持这个SOP 然后等下聚完会 尽量大家就回家 除非你有一些需要 重要事情需要讨论 商讨的 那你可以留下来一下 但是尽量就回去 那我们的这个 亲子崇拜十一点 是在线上来进行的 还有少年团也是线上来进行的 所以我们期待上帝 继续地引导教会往前行 OK 好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 我们就以这个祝福 耶和华的祝福 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束 预备 来 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施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Amen 我们平安的三会 我们还是可以挥挥手 OK 等等的 对 如果这个奉献 刚才还没有奉献的话 可以到这个奉献乡去 那可能我们下礼拜会做一些调整 那今天就是第一次的这个聚集 所以可以到奉献一下奉献 如果你还没有奉献的话